今天吃什麼? 阿King 和你想碰它 酥炸多春魚 材料有多春魚一盒 辣椒粉 蒜鹽 一隻雞蛋 和一個青檸 我們平時的多春魚 洗乾淨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的多春魚 有些內臟要清除 通常多春魚 如果我用來炸的話 我就不愛它的頭 因為頭頂比較硬 又不太好吃 通常我會剪掉 剪掉之後 在這裏 好像這樣炆 它就會整個內臟 整個內臟都被抽出來 那魚就會乾淨 尾尾尾的眼部 油剪掉 那魚就完成了 有些人說 我喜歡吃頭 要留下頭 在筍上剪掉 然後一抽 連筍也撕掉 可以留下頭 刮頭 不過我覺得頭 把青檸檬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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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春魚的香味 然後就可以準備 蘸粉 我們會用蛋黃 有些人喜歡用蛋白來炸 但我喜歡用蛋黃來炸 因為蛋黃黏了 多春魚的顏色會比較漂亮 黃色一點 拌勻 接著是放在一起 粟粉 拌勻 醃一醃 接著加少許酒 加少許米酒 一點都不會腥 好 接著的調味料 炸完之後 用蒜鹽和辣椒粉 加味 令它顏色又漂亮 又香 煮滾油 用少許蛋去試試 試一試 放入多春魚 半煎炸 多春魚很容易熟 小小條 炸出來 很簡單 但它的顏色很漂亮 炸好了 接著我用回同一個鍋 把魚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 酸鹽和辣椒粉 加進去 為何我們要蘸粉 炸後 加什麼味道都可以 為何呢 因為粉 炸後 會讓它能夠吸收 所以 如果你喜歡 放多些辣椒粉 加進去 辣的也可以 完成了 多漂亮 又香又脆 用來送啤酒 一流 想吃我下次煮點嗎?快點訂閱我的頻道啦!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啦!